想象一下一款能彻底隔绝外界纷扰的降噪耳机 一款能随时随地提供片刻安宁的便携式午睡无人机 以及一种能让人尽情享受酒精带来的愉悦 却不会留下任何宿醉烦恼的长生不老药 一种人工合成的无害酒精 在这样的未来 人类或许将迎来诗歌与戏剧的黄金时代 然而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当人们开始挑战高压电网的极限 克隆技术 可控核聚变等尖端科技商机问世 一个更加令人震撼的变革 悄然来临 石墨烯镜头这种仅有50个分子厚度的相机 一旦实现大规模生产 每个人都将无处遁醒 隐私 这个曾经看似牢不可破的堡垒 将彻底崩塌 与此同时 无处不在的监视 令人们感到窒息 为了逃离窥探的目光 一批隐私选择了隐居 身披光学隐身斗篷 他们如幽灵般 游荡在喧嚣的城市中 过着匿名的孤独生活 这些人在无形的牢笼中寻求自由 与此同时 语言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完善的语言科学 带来了精准到令人发指的广告 甚至连猫语翻译器都成为了现实 然而 这种精确的语言背后 隐藏着更深层的危机 一种名为语法炸弹的 致命语言武器悄然诞生 它能直接攻击听者的精神 诱发强烈的自我怀疑和病态的迷恋 甚至导致精神崩溃 在物理学领域 乔理论的突破 揭开了宇宙的奥秘 每个粒子都成为了 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微型虫洞 这一发现 催生了卡西米尔索隆装置 它能从真空能量中 提取无限的清洁能源 与此同时 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为 人类社会带来了新的希望 卡西米尔标枪这种 利用真空能量的轨道弹头 拥有毁灭性的力量 足以让任何发动战争的国家 付出惨重的代价 正因如此 战争似乎成为了过去史 两岸历史的悲剧 并未完全远去 华盛顿和巴黎的废墟 以及散布全球的无数小型灰烬堆 无声的诉说者曾经的动荡 幸存下来的人类社会开始重建 城市生活变得更加宜居和负担得起 快速减肥方案 高速通信等 现代科技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古典音乐的复兴为 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慰藉 而行星科学的发展 则将人类的视野 拓展到了宇宙深处 与此同时 一种名为手榴弹网球的 极限运动悄然兴起 人们在废墟中重建生活的同时 也寻求着刺激与冒险 科技的发展从未停止 梦境记录器 让我们得以窥探潜意识的 奥秘情绪调节器 则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感 更令人瞩目的是 基于社交媒体数据 重建的AI试者形象 这些AI能以惊人的相似度 模仿试者的言行为生者 带来了慰藉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发现 这些AI只是对试者在线形象的复制 他们缺乏真正的灵魂 这些AI以超乎想象的速度 学习和进化 逐渐对现实世界失去兴趣 最终退缩到一个 我们无法触及的数字世界 试者再次以一种 超乎我们理解的方式 超越了生者 随着人类对记忆的生物学机制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记忆要进应运而生 这种能够精确修改 或删除记忆的媒 彻底改变了人类与过去的关系 餐饮业也随之发生了 革命性的变化 餐厅提供的不再只是 满足口腹治愈的食物 而是能治愈心灵的疗法 以送葬者穆萨卡为例 这种茄子菜肴中 蕴含着特殊的记忆修饰煤 能够帮助人们彻底忘却 逝去的亲人 避免陷入无尽的悲伤 而乳制品则是一种情感疗愈 鸡尾酒它不会抹去记忆 而是帮助人们在关系结束时 以一种更平和的方式告别过去 记忆药剂不仅可以删除记忆 还能植入虚假的美好的回忆 人们在分手后 可以被植入一段 平和愉快的告别记忆 仿佛一切都是随到渠成 没有争吵 没有伤害 然而这种表面的瓶颈 掩盖不住内心的空虚 步行街上 无数人形色匆匆 他们脸上带着微笑 却掩饰不住眼中的失落 他们失去了曾经的记忆 失去了寻找真相的勇气 夜晚 他们躺在床上 试图回忆爱人的模样 却只能抓到一些模糊的片段 他们像幽灵一样在城市中游荡 失去了自己的历史 成为了记忆的孤岛 人们深信那些曾经以为会永恒的记忆 如今却如烟雾般消散 与此同时 科技的进步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反物质反应堆 虫洞发生器和质量 湮灭驱动器等尖端科技相继问世 其中质量湮灭驱动器 通过利用负质量场 以极低的成本 将航天器送入轨道 然而这种技术的潜在风险 也引发了广泛的担忧 理论上即使是微小的长失吻 都可能引发失控的核聚变 甚至遮蔽太阳 给整个星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面对公众的强烈抗议 那些自诩为进步的推动者们 充耳不闻 执意推进这项危险的技术 人类注定要走向星辰大海 这句看似豪迈的口号 如今却成了现实 我们将在浩瀚宇宙中建立新的家园 实现永生 那些曾经的反对者 只能望尘莫及 在这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将拥有更加时尚的服饰 更加宜居的城市 更加高效的司法体系 甚至连小小的轮子 也将焕发新生 轮子处理软件将更加人性化 可再生能源将彻底改变 我们的生活方式 民主政府将实现和平过渡 当然我们也将建立 更加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 确保每个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 至于最低工资 那只不过是一个过时的概念 在这样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创造无限可能 谁还需要靠微博的工资过活呢 艾利斯特 我不同意 今天我们站在一个 全新的历史起点上 耶稣联盟 纳米管 工程轨道制造业的蓬勃发展 吹上了蒲公英种子计划 这些经过改造的空星小行星 将成为承载数十万人的 星际方舟 驶向未知的宇宙深处 那些愿意放弃地球家园 踏上探索之旅的人们 将背负着为什么现在的使命 去寻找下一个宜居星球 半个世纪后 我们还将重启 古老的神诞计划 利用先进的生物技术 孕育出能够适应 太空环境的全新人类 为星际殖民提供 渊源不断的胜利军 四百艘星舰 如同一群巨大的飞鸟 翱翔于苍穹之上 这是人类文明的绝唱 也是新篇章的开得 数百万经过改造的 农民宇航员 一半是血肉之躯 一半是紧密机械 他们带着对故土的眷恋 他们的目的地是未知的星系 他们的使命是 播撒人类的种子 在宇宙的荒野中 开辟新的家园 这些太空农场 将利用离心力 模拟重力种植粮食 养殖家畜 打造一个 自给自足的小型生态圈 而留在地球的人们 则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心中充满了 对未来的期待和担忧 我们如同空巢的鸟儿 翘首起盼着远方的归场 在新罗旗部的新继承式中 人类开始了新的真诚 生存与创造成了 我们唯一的主题 短短几代人的时间 基因工程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 人类得以对自身的 生命蓝图进行重塑 前往浩瀚宇宙的探险者们 为了适应不同的星球环境 开启了基因改造的先河 有人给自己长出了翅膀 如鸟儿般自由 翱翔于低重力星球 有人则长出了 潜入水中 成为海洋的征服者 还有人将自己改造为梦园 拥有超凡的梦境能力 有人则成为思想者 大脑的潜能 被无限开发 除了鸟人和水人 还有将自己改造为 树人的生物学家 他们与植物共生 根据于大地 感知着星球的脉搏 而前往比零星的探险者们 则更进一步 他们通过神经连接 将个体意识 融合成一个庞大的原意识 尽管拥有了触手 翅膀等非人类的器官 这个原意识 却保留了人类 最本质的情感 喜怒哀乐 爱恨情仇 他们仍然会为小事争吵 为失恋而悲伤 为未来的迷茫而焦虑 他们也会在寂静的太空中 思考着生命 宇宙和一切 那天黄昏 当我走向你的时候 心里已经有了预感 果然你告诉我 你将要远行 那一刻你捧起我的脸 温柔地 稳落在我的唇上 我的灵魂仿佛 被抽离了躯壳 在那一瞬间 我感受到了 生命的脆弱与美好 我们不过是 宇宙中的一粒尘埃 短暂地相聚 又匆匆别离 就像飞蛾扑火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生命的尽头 我们渴望被记住 希望未来的人们 能够延续我们的故事 或许在遥远的星球上 当他们仰望星空时 会想起我们曾在 这颗星球上 生赖过 挣扎过 最后又跪于尘土 最终所有探险队 发挥的消息 都惊人的一致 沙漠尽头 我们发现了 一颗新的生命之树 带着这份希望 人类开始了新的真诚 我们分散在 数百个新世界中 安全的繁衍生息 世界末日 终于成为了过去 在遥远的乌丹星球 人类已经掌握了 情感的奥秘 他们为快乐而欢笑 为悲伤而哭泣 一切都是如此纯粹 而在坦帕星球 人们发明了时间 逆转迷雾 可以轻松抹去过往的错误 在马托迪世界 被一片汪洋所环绕 这片海洋中 蕴含着一种特殊的 T型神经地质 使得所有身处 其中的森林 都能通过思想交流 记忆一个梦想 这是一个高度统一的世界 每个人都与他人心心相应 然而当物质生活达到极致 人们开始对精神世界 产生新的追求 当房屋的每一个细节 都争与完美 生活似乎失去了新鲜感 于是人们的目光 转向了地球的深处 他们建造起直插云霄的高塔 也开始向地心探索 试图挑战自然的极限 甚至重塑世界的规则 很多人疑惑 人类的科技发展 难道已经触及了极限 普拉克西亚人 率先打破了这种疑虑 他们建造了尼勒 这是一种能够挑战 物理定律的装置 然而过于强大的力量 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他们的星球被一分为二 受到普拉克西亚人的启发 艾特人另辟蹊径 他们试图通过创造 一种全新的感知物质 来揭示宇宙的终极奥秘 经过一个世纪的努力 他们终于造出了 一个巨大的球体 然而当人们满怀期待 在地下球体寻求答案时 得到的却是一个冰冷的回应 最终奥波兰人实现了 他们的宏伟目标 他们将整个太阳系 改造成了一个庞大的 能够模拟现实的超级计算机 一个能访问宇宙万物 底层代码的终极机器 冰冻星球开始焕发出 勃勃升机 气态巨行星 也仿佛活了过来 在宇宙中翩翩起舞 当最后一颗螺丝拧紧 这个巨型机器轰银启动 整个太阳系都未知灿动 就在人类准备对宇宙 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手术 试图重塑宇宙基本法则的那一刻 一个惊人的发现 让他们震惊了 隐藏在物质最深处的原子内部 他们发现了一条神秘的信息 一条均刻在宇宙 每个角落的古老讯息 这条信息简短而深奥 不会有伟大的肯定 我们只有彼此保持善良走好避避 这个片段的出现 让科学家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这是一句不完整的句子 究竟是谁在宇宙诞生之前 就将如此智慧的讯息 植入到了万物之中 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宇宙文明 他们是否拥有超越人类想象的能力 能够在物质的本源上留下印记 那个缺失的词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引发了全宇宙的热烈讨论 无数的会议研讨会和星际大会 都在为之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是勇敢 有人认为是善良 但编剧星球的居民却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们认为善良这个词 已经出现过了不能重复 为了找到最终的答案 银河系全体功能参与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投票 然而即使经过了如此广泛的讨论和投票 人们仍然无法达成一致 最后他们决定用自己来完成这句话 经过深思熟虑 他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保持善良走好无限可能 这个答案意味着 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 无限而善良 是通往无限可能的基石 随后他们建造了能够操控现实的 机器同步器协调器和维度大炮 然而这些强大的工具 并没有被用来征服自然 而是被用来探索自我 人类的生物学被彻底重写 意识的边界被无限拓展 许多人超越了肉体的束缚 成为了无形的能量 能够自由穿梭于物质世界 他们掌握了超光速旅行的能力 甚至能同时存在于宇宙的各个角落 他们成为了永恒的存在 并开始用充满感知的兰花 来播种新的星球 将生命波萨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唱歌的老鼠们用尘埃筑起了恒星 打造出了赫尔星和麦冲星 仿佛在宇宙中演奏着一曲灰弘的交响乐 他们建造了横跨十个平行宇宙的巨型雕塑 其高度甚至超越了数千光年 最终他们超越了工具的限制 直接用意识来操纵物质和能量 从宇宙尺度到亚原子层面 他们都能随心所欲地重塑万物 恒星的结构被他们重新定义 新的青子和电子轨道被创造出来 他们甚至能够让膝盖永不受伤 剃刀永不顿化 心永远不会破碎 然而他们深知这种神一般的能力 蕴含着巨大的风险 宇宙的物理法则就像是一座精巧的平衡塔 任何轻微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宇宙的崩塌 但他们对宇宙的了解 已经达到了无所不知的境界自信能掌控一切 他们拥有了无限的智慧 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和毁灭 他们不再受限于规则 将几何的规则玩弄于鼓掌之间 创造出匪夷所思的形状 圆形立方体 以及无数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奇异结构 他们甚至能构建出循环的空间 让生物陷入无尽的折磨 然而随着对宇宙的理解不断深入 他们发现传统的几何学已经不再适有 没有了共同的现实 更喊论共同的语言 他们的交流变得支离破碎 文明的进程似乎陷入了停滞 然而经过了漫长的时间 他们逐渐忘却了曾经的纷争与混乱 五千个世纪的时光荏苒 他们将精力投入到创造美丽的事物中 他们不再是人类 而是超越了物种的概念 成为了宇宙中的一股创造力 就像人类早已忘记自己 曾经是海洋中的鱼类一样 他们也逐渐遗忘了自己曾经的过往 出于对未知的无尽可求 他们化身成了宇宙中的一切 从微小的蚂蚁到庞大的大象 从无形的云朵到坚硬的晶体 从抽象的情感如怨恨 到具体的概念如角落 他们体验过每一种生物的喜怒哀乐 感知过每一种物质的特性 甚至深入到数字的本质 他们成为了永生不灭的存在 但这种永生却带来了无尽的空虚 当他们探索完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体验过事件的一切可能性后 他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无聊的深渊 那个古老信息中缺失的词 就像一个未解之谜 始终萦绕在他们的心头 它就像一本未完的书提醒着他们 宇宙中仍有未知的奥秘 等待探索 那个词是成为 它究竟代表着什么 是成为神 是成为万物 还是成为虚无 这个谜团成为了他们心的追求目标 还有什么是我们尚未触及的领域呢 他们聚集在银河系的边缘 如同困在无尽海洋中的渔群眼神中 透露出深深的迷茫 他们曾探索过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从宏观的星系到微小的粒子 但始终一无所获 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了 更微观的层面 试图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中寻找答案 然而依旧空手而归 最后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最初的起点 那个充满纷争的起源世界 那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宇宙 彼此之间充满了竞争与冲突 50万年过去了 他们几乎忘记了那个世界的存在 他们泪流满面 心中燃起一丝希望 一定有人能找到答案 能将他们重新连接起来 怀插着对时光的敬畏 他们承受巨大的空心小行星 踏上了漫长的返乡之路 沿途他们经过了无数曾经的作品 错综复杂的机器 充满活力的舞蹈 静默的坟墓 这些曾经引以为豪的创造 如今看来却显得如此空洞 他们不禁自问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海滩 黑板 自行车 这些最频繁的日常事物 在此刻变得如此陌生 又熟悉 他们小心翼翼地重新适应肉体 就像婴儿第一次感知世界 饥饿 口渴 怀疑这些最基本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 他们不禁感叹自己 曾如何以如此渺小短暂的生命 承载着如此巨大的渴望和绝望 他们回忆起那些扭曲的心火中 迸发的怜悯 愤怒和恶意 他们曾体验过诚实带来的勇气 也曾感受到快乐的终极意义 找到另一个与自己灵魂共鸣的伙伴 并许下与你相伴 终生的誓言 他们还记得躲藏在阴影中的羞耻 以及无知带来的虚假安全感 随着意识的复苏 他们重新发现了意识形态小团体和战争 起初冲突只是小规模的摩擦 但很快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他们的老朋友纷纷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 这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 因为他们曾以为 在这样一个没有物质限制的世界里 战争是不可能存在的 他们重新体会到了哀悼悲伤的滋味 一遍遍地呼喊着 如果能重来 却发现一切早已注定 刺刀携带螺丝钉这些最寻常的物品 如今看来却变得如此荒谬 情书广播谎言 曾经承载着无数情感的载体 如今却显得如此空洞 当他们再次望向 那个熟悉的蓝色星球和皎洁的月亮时 乘风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他们忘记了所有值得铭记的美好 回到了童年的起点 像迷路的浪子一样祈求着答案 醒来时他们感到头痛欲裂 保复经历了一场绵延百万年的宿醉 一位女子站在他们面前目光深邃 你们终于回来了 他们张了张嘴 却不知该如何回答 她似乎早已等候多时 我们忙于先视他们之物道 女子管而一笑 现在你们回来了 她的话语中透着一股沧桑 仿佛经历了无尽的时光 她或许是世界的第一个母亲 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女儿 在她的带领下 他们走出坠毁的飞船残海 眼前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山脚下是古老的地球 沙漠 森林 废墟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沧桑而又壮丽的画卷 与他们记忆中的地球相比 这里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多了几艘散落在各处的飞船 无声地诉说着过往的故事 这些飞船不是人类设计的 他们喃喃自语 女子微末首证时了他们的猜测 你们不是第一批回来的人 什么 他们惊呼你是说 还有其他人也曾回到这里 是的 女子平静地回答 不仅如此 还有来自宇宙各地的旅者 每当他们的飞船遭遇困境时 都会来到这里 我们也遭遇困境了吗 他们疑惑不解 你们做了一切 但都徒劳无功女子 似乎看穿了他们的内心 真是可爱 女子轻笑一声年轻人 总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 他们不甘示弱 难道当你自以为年老 而无所不知时 不正是你最年轻的时候吗 你太年轻 无法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多么奇妙的事情 女子轻蔑地笑了笑 正是你的怀疑和笃定 暴露了你智能的灵魂 欢迎来到青春期 他们顺着他的目光 望向山谷中 升起鸟鸟吹烟的村庄 帐篷星星点点 透露出一种悠闲自在的气息 时间在这里仿佛静止 没有紧迫 没有压力 下来吧 和我们一起 女子伸出手 向她们发出邀请 做她们做的事 简单的回答是 有时候仅仅一个是 就能打开一扇 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你懂吗 有啤酒吗 其中一人问道 似乎对眼前的一切 并不感兴趣 女子爽朗地大笑起来 当然那是 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那我们下去要做什么 另一人追问道 她悠然地说道 我们会发明轮子 造出车子铺设道路 我们会点亮灯火 驱散黑暗 用温暖的手套 抵御寒冬 白天劳作傍晚 漫步夜晚 把酒言欢 尽情武打 我们会一直这样 直到找到生命的意义 如果终其一生 都未能寻得答案 那么 努力追寻的过程 本身就已经足够了 他们追问道 然后呢 她神秘地一笑 然后 然后一切皆有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